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女心理师 由杨子,景博然主演 是不好看还是你看不懂 这部剧围绕着 当前社会热议的心理问题 以及各种社会现象 制作用心 不仅尊重还高看观众 门槛较高 不仔细看很难看懂 有专业心理团队 为剧本和拍摄把关 播出后 被许多心理咨询师认可 具有一定的科普性 每一个小细节 都是为后面做铺垫 剧情相当的紧凑 第一集像是难破整部剧的简介 开头三分钟的长镜头 更是刻画了社会摆态 看似随意其实很讲究 要想镜头语言流畅连贯 横考导演 摄像和剪辑的功力 以及每个部门与每位演员的完美配合 一个玩滑板的男孩贯穿始终 引出了剧里的几个案例 也是当前现代人普遍心理问题的缩影 很具有代表性 总有一个能戳到你 关爱女性 亲子关系 产后寓意 职场生存 职场骚扰 原生家庭 空巢老人 暴饮暴食 夫妻关系 婚前焦虑 他们就在身边 正与女擦肩而过 他们是潜在的寻短者 为了突出表现 在他们后面用了彩色烟雾 第一个出场的是一边穿着正装 另一边穿着比较个性的白领 走进高级写字楼 被人指指点点 穿成这样去上班啊 哪个公司的 是遭受职场暴力的受害者 大概就是丽丽的写照 紧接着是一对母女 匆忙的从写字楼跑出来 妈妈穿着打扮随意 跟旁边的白领产生对比 或许原先就是他们中的一言 产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女儿拉着妈妈的手 想着去跟那两个叔叔一起玩 妈妈却说 补习班快迟到了 爸爸不是说了吗 下次来玩 爸爸总是说下一次 大人口中的下一次 大概是孩子听过最多的谎言 小孩的童年需要父母的陪伴 三个小丑打扮的卖艺人 为了生活取悦别人 即使被人不公平对待 也依然要笑脸相迎 像讨好行人格的小莫 长期受到职场压力 也是成长时期环境塑造的性格 一个手里拿着饮料的学生 见到公车来了 他对职冲到前门 被另一个学生贺子 代表着像尤娜这样 因为家庭关系 产生异常行为的青春期学生 广播里说 当他们产生犹豫不决的心态时 实际上也是像身边的人发出一种求救信号 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妨伸出援手 多些聆听 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而不是说 你想的太多了 老人态度强硬 因为没有安全感 不行 他不能出国 我不需要听他的意见 他得听我的意见 像剧里的群种 因为失去了亲人 所以对小儿子产生更多的依赖 紧接着镜头摇到正在暴饮暴食的女人 东西还没有吃完 还要点餐 他脚边有喝完的饮料杯 甜筒 汉堡 还有黑色的塑料袋 大概就是吃完又抠兔 受过心理创伤 暴饮暴食成为他发泄手段 像一位母亲的控制欲 导致暴饮暴食的奖劲 为了缓解压力而暴食 之后又为自己的失控而焦虑 来看看这个玩滑板的帅哥长什么样 这个身心也是绝了 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 一个女人冲过去 映然怪气的说 老公 玩得挺开心啊 老婆 你怎么来了 我还在跳舞呢 代表中年夫妻关系的矛盾 女人需要照顾 男人需要理解 广播里说的电话 8295-1332-010 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求助热线 妈宝男 因为妈妈的强势干预 自己又没有组建 引起未婚妻的不满 像剧中的小圆 就是被误会成 赫顿高中时喜欢的那个男生 剧里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藏着秘密 而最具悬疑色彩的 就是男儿叶佳辉 叶佳辉是F吗 种种迹象表明 F就是叶佳辉 可真是那么简单吗 从他一开始自带悬疑和神秘 正如一开始他玩滑板 穿梭在人群里 暗示他的秘密贯穿整部剧的始终 他与赫顿一开始的相识 就是带着墓地来的 他处心积虑的当着赫顿的面 吃药又喝酒 药的名字正好向着他 引起他的注意 借此拉近彼此的关系 在救护车到达医院前就离开 之后和赫顿成为了邻居 隐瞒自己的学历 他说了一句 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来访者 是不能谈恋爱的 这里用了男性的他 正常来说 赫顿是女性 应该用这个他 是否是因为他的母亲 跟了他的心理咨询师谈恋爱 而成了他的心结 四姐迫切寻回F档案 从他收到短信的表情 后来接的电话 以及发信息的内容 可以看出 他爱上了F 他说过 F是他见过最聪明 内心最纯净的人 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出场就自带神秘 一身黑衣 眉目俱朗的嘉辉 基教授对F的评价极高 说他非常高功能 在心理学的造诣很有可能在四姐之上 在咨询过程中反客为主 突破了四姐心理防御机制 这时候接了看四姐 嘉辉与四姐见面的镜头 四姐看对方的眼神中 蕴藏着爱意 让大家笃定F就是嘉辉 可他见的真的是四姐吗 四姐左边的头发是在耳后的 而嘉辉对面的这个女人 左边头发是遮住耳朵的 所以他见的人是谁 从后面他见温良时可以知道 那是嘉辉第一次见他 至于温赫 左边的头发也是放在耳后 嘉辉多次想让赫顿对他产生情感反应 都没有成功 他一开始就对嘉辉有防备 没有喝他递的水 直到他自己喝了 他才喝 利用吊桥效应作为情感炊花剂 让赫顿跟他一起去看恐怖片 希望心生畏惧之时 有陪伴而产生的安全感 提升彼此的信任 结果失败了 火锅宴上谁在装睡 嘉辉看似火锅宴上的赢家 轻而欲举的把赫顿和莉莉灌醉 他去咨询室找资料 然后回来再装睡 以为瞒天过海 事实并非如此 一开始 莉莉看着嘉辉带来的红酒后面的标签 惊叹 哇 伯根地红酒 经常喝红酒的人 一看那酒瓶就知道 那不是伯根地红酒 波尔多红酒和伯根地红酒 都是法国优质葡萄酒的象征 也是世界葡萄酒的领头羊 波尔多葡萄酒采用的是 瓶间细长的酒瓶 色泽更深浓 而伯根地葡萄酒采用的是 斜尖宽大的瓶身 颜色相对较浅 嘉辉心虚所以说 这些酒都是朋友送的 之后就算发现酒有问题 也可以推卸责任 身为总裁秘书的莉莉 这方面知识都是必修客 她拿的酒杯也不是伯根地酒杯 更像是波尔多酒杯 她最先品尝 故作神秘的说 这酒有问题 嘉辉摒气联系的盯着 直到莉莉说 醒得刚刚好 才如是重负 紧接着嘉辉说 今天早上 我看到钱开一在门口转来转去 你们两个女孩自己住 平常可得把门窗锁好 莉莉的表情很微妙 难道该防的不应该是你吗 莉莉酒精沙场 第一个倒下的却是她 她很可能是装醉 一醒来就说酒是假的 再看看贺顿 嘉辉问她要双向情感障碍资料 她同样盯着嘉辉很久 然后说是不是觉得我喝多了 你为什么今天一直问我资料的事情 你今天很奇怪 又把嘉辉吓得一身冷汗 热人寻味的是 嘉辉办完事带回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姿势都不一样了 莉莉手势基本一样 头发不一样 贺顿追倒后脸向右 嘉辉回来后 她的脸朝左 手势也不一样 在贺顿这里怎么看都觉得 她的表现有些辜负姬教授对F的评价 F的段位应该在嘉辉之上 毕竟师姐是天才 能力比贺顿强 所以让师姐坠入情网的F是嘉辉吗 或者说嘉辉的父亲叶念堂 有可能是F 师姐事发后 姬教授的好友说在飞机上遇到叶念堂 所以她是这时候才刚回国 还是之前回来过 为了套路师姐 嘉辉在跟踪前开议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F的电话 上面的电话号码用社交软件搜 你猜猜是谁 名字是前开议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